好 天气消息带来看到 相较周一31号受到封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 天气比较不稳定 带来明显整天的雨势 直到晚上才降雨趋缓 那么1号起封面北移受到西南风影响 花冬地区直到端午廉价都会是多云稻情的天气 不过要留意午后雷震雨的发生 提醒出游的民众还是要攜带雨具 并且要做好防疫 相较31日周一因封面及西南风 带来的大雨 一日起封面北移 花冬地区这几天都将会是稳定炎热的天气形态 不过东半部地区上午多云稻情 午后容易有局部雷震雨 提醒民众出门攜带雨具 防晒也能挡雨 631号开始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的一个天气都是不错的一个天气 就是午后可能有一些热力作用 然后午后会产生一些局部地方会有一些 雷震雨或是短暂震雨的一个情形 然后从1号到6号的天气看起来都不错 然后3号端午节的时候 廉价目前我们看起来天气都相当的舒适 然后可能适合出去出游啦 未来一周在中古的时候啊 中古的区域 然后在中午的时候啊 可能温度还是相当的高 所以在这一周在中古的观众 如果你中午的非必要啊 尽量不要在户外活动 因为那个那段时间会相当的高温 虽然低温大概也在24 25度啊 晚上睡觉的时候啊 可能还是蛮舒适的 所以这一周的天气大概 对端午廉价来说应该是还是不错的一周 炎热有午后雷雨的天气形态 将持续到下周一 三日周五开始的三天连续冬午假期 天气都还算稳定 提醒预计安排出游的民众 攜带雨具 留意午后雷雨发生 前往山区或西边活动 注意吸水暴涨和雷急 记者讲方言华林市报导